好 這個 啊 漁梯呢 也算是船梯吧 啊 它這個打開 因為水位一樣 它就打開了 那你看這個的寬度呢 大概有20公尺 那就比較大的船 那現在這邊呢 有比較小的船經過 因為它 它這個也是一樣 啊 船要進來 所以這個寬度差不多10公尺而已 所以這是小船在經過的地方 那現在有一個大船要進來 大船要進來 水位一樣 它這個門就開了 這個門就開了 那後面的船 有一台紅色的 那個船要開進來 那個鐵架槽也要打開 好 我們就等它進來 我們再拍照 好 這樣船 現在一直靠進來了 嘿怎麼樣 船靠進來了 好 靠進來以後呢 等一下 它如果進去以後呢 因為它水位一樣 它可以開進去 開進去以後 門就關起來了 就關起來了 它開進去以後 門就關起來了 門關起來以後呢 那邊的水會放進來 這邊的水就高起來了 對不對 它就可以開進去了 這樣有沒有聽懂 那邊的門再打開 對 如果高起來 它的門再打開 對對 有沒有 這個船 這是工程船 你看 它經過了 這個工程船呢 再經過了這個 這個以後 它就把它關起來 我們等一下看它會關起來 好不好 大船進大洞 小船進小洞 那這個差不多15公尺寬的船 所以它有20公尺的寬度 所以船就可以進來 記得巴拉馬運河也是這樣子 它這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已經花閃了幾十年才這樣子 不然以前的人呢 就要開很遠的地方 繞過南美洲 那是小船 然後它現在進來了 這個門呢 就開始關起來了 它關起來以後 它就會有保險起見 它就有紅燈會亮 紅燈會亮 閃一閃 然後它 船大呢 它會控制它 還有小船在推它 這邊小船在推大船 然後進來以後 這門關起來以後 它就要把這邊的水位再提高 就是那邊的水放進來 那這個洞呢 都是水進來的洞 所以水很大 可以進來很快 它可以進來 就這樣 你看這個門都很強壯的 它要擋多少公升的水啊 你看這個 這個看多重的水往下沖 就像水壩一樣 就像水壩一樣 把它接起來 這邊都是來看 看船 這是 算是世界有名了吧 那這是河川的水 有時候也要放水出去 有時候也要放水出去 現在又有小船進來 那這個小船呢 大概就走這個水道 這個水道 還有 它正在關的時候 我介紹一下 這邊本來是一個海軍的基地啊 所以說 這個公園呢 以後再來跟你們拍 這個公園呢 裡面的樹啊 的種類啊 很多很多 很多種種類 有的是我們這邊沒有的 所以它是海軍嘛 所以它趕快移植 到他們的公園來 那現在是已經開放的 讓給民用的 現在的海軍不需要這個小港口 然後它現在 你看關起來 等一下你在這個水呢 這個口呢 這個洞 一個兩個 三個 三個有沒有 那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那這個水呢 就會從那邊出來 等一下我們看看 它關完以後 它已經關起來了 對不對 你看它要低檔水 然後等一下那個水 會從那邊 那個口出來 你會看 那水進來以後呢 水進來以後呢 它就會高了 這個洞 這個洞 我判斷沒錯的話 就是這個洞 喔 還等這個水 這個水是從那邊進來的 可以看看 那個洞 就是這個洞 是一個洞 的 那是 那是 我們 我們 可以 看 我們 我在想说应该这个洞是水进来 可是为什么水没有再进来 在那边 所以这是漏水的 那这个洞应该是漏水的 不是水进来 就是水漏出去 然后小洞到大洞可能是这样子 好吧就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关起来人就可以从这边过去了 好谢谢各位 请订阅点赞follow me